山在此几人 烟火花阳春 心悍不洒到 心生不愿惊 1937年 在中日战争爆发前 两个月出生的正言上人 从小就非常的懂事与孝顺 在她15岁的时候 母亲因为穿孔需要开刀 于是她向天助导 愿减少自己12年的寿命如素 为母亲增受祈福 也许是孝心感动了天 母亲的病 仅奇迹似的不必开刀 只借由服用药物 就痊愈了 五年之后 她的父亲因为脑中风而过世 带给她很大的打击 她探索着父亲的去处 却无法解决自己心中的苦 充满了疑惑 在朋友指点下 她到了慈云寺 找住持修道法师 在法师的引导下 她体悟了生命的无常 也促成她接触佛法的因缘 她重新思考自己生命的出路 最后有了一个想法 女人不单只是为一个家庭付出 女人应该也可以和男人一样 承担起社会责任 把参与社会的悲怀 推广到全人类 把每个人爱家的心 扩展到普爱天下的众生 这也算是一种幸福 所以出家皈依佛门 透过佛教宣扬慈悲大爱的念头 也在阵眼上人的心底 拨下了种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独然心中苦 为何心中苦慰藉 为何自己心中苦慰藉 人有生必有死 万般太不解 唯有焉随身 人不再太看重 自己的生命和身体 人情无生命的无常 呼唤生死 独多重生 七星蝉鸡肠才三杯 天暗暗落无为无欲 天道乱象如福的乳 得大智慧 通大煮法 经济经成之旋寻末 手指不动一百千千 无量他们喜现在见 上求佛道下花终生 上求佛道下花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